美国总统拜登跟夫人吉儿一起走到阳台 要与美国民众一同欣赏17分钟的精彩烟火秀 华盛顿纪念碑的灯光与烟火相呼应照亮夜空 去年的烟火秀因为疫情关系 多数民众不敢出门 今年总算可以安心外出 国庆日白天拜登出席活动 庆祝美国从疫情大流行逐渐恢复 但抗疫战尚未结束 丢塔变种肆虐跟接种率还没达标 比得拜登再度当起疫苗推广大使 美国目前有67%的成年人 约1.57亿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与拜登立下的1.6亿有些微差距 但全美早已沉醉在国庆的欢乐气氛 华府草坪挤满等看烟火的民众 纽约吃热狗大赛现场 观众席爆满 佛州罗德代宝海滩也很夸张 密密麻麻的游客挤满沙滩 全美7月1号到7月3号 有超过625万人次搭机 各大主要机场在国庆日假期前夕 就出现大批人潮 不管是check-in还是安检 几乎都要排上好一阵子 不想人挤人的则选择开车上路 美国汽车协会预估今年国庆假期 约有4300万人开车上路 高过疫情爆发前的4150万 开车除了自主性高 也能减少人群接触 Delta变种在美国一天比一天多 虽然专家不断强调 疫苗对变种具有一定效力 但根据华游与ABC六月底座的民调 人有20%的人说绝不打疫苗 而疫苗接受度在党派上也看得出差异 民主党人有86%已打过至少一剂疫苗 共和党则只有45% 两者差距41个百分点 此外美国18岁到29岁的疫苗施打率 在4月19到5月22号期间 从3.6%下降到2% 看得出年轻人对疫苗有些果足不前 年轻人染疫重症几率低 但是专家提醒后遗症可不少 调法丧失味觉嗅觉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衰退等等都有可能发生 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力壮 就忽略病毒威力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对不起 好